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美國大選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單消息就是關於德州告另外四個州選舉違憲的訴訟 截至目前這一刻已經有另外18個州加入了德州的陣營 可以說是陣容相當頂盛 以前州告州都試過不少次 通常都是一對一隻抽 好像現在的19對4這麼大規模 就真的是史無前例的第一局 所以越來越有決戰前夕的感覺 聯邦最高法院已經在較早前要求那四個被告州 要在美國時間今天下午3點前提交答辯書 當然這四個州就會很貧能 快要砌究竟如何辯駁 其實都很難來自圓其說 因為你那些州政府事實上是繞過了立法機關 來修改有關於選舉的法例 這些基本上都很難來搏 我們看看他有什麼可以答辯 因為他不答辯的話就會直接判他輸 最新的消息就是 特朗普總統較早前預告過 說有大事發生 我相信現在這件大事就在發生當中 特朗普說要介入這單案件 究竟以何種方式來介入呢 原來他就決定以自己的名義 加入這十九個州的陣營當中 一起去控告那四個州的遺憲 而且他還邀請了參議員特朗普 幫他做代表律師 特朗普和香港的淵源都很深 在去年這個示威非常刺激的時期 特朗普曾訪港一天 當時他還穿著一套黑衣 親自到訪過示威區 視察一下示威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他還說過要跟香港人同行 縱然他回到美國以後 也是長期關注香港的情況 也有不斷地為香港發聲 他和香港的淵源就在這裏 現在他要代表特朗普 作為他的代表律師 因為朱利亞尼剛剛善善治的武肺好 他說吃完瑞德西偉之後 還好像年輕了十年 不知道他有沒有誇張 反正朱利亞尼的情況就沒什麼問題 康復的進度也良好 但始終年事已高 由特朗普來代為上陣 都是合適人選 特朗普也是很專業的人士 他說為何會接受特朗普總統的邀請 來做代表律師 他說因為現在所處理的 純粹是法律的問題 那四個州的違憲行為引發出非常嚴重的問題 大家看到了 克魯茲參議員就把這件事定性為純粹的法律問題 無關政治的 我其實也認為是 因為現在大家說的是 要捍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 而今次特朗普再加上十九個州 一起控告那四個州 目的就是要確保得到 今次的選舉 要在合憲合法的情況之下進行 所以就不關其他問題 這個純粹是說法律的問題 我覺得說得很好 所以今次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 其實並不是要判斷哪一個候選人勝負的問題 而是純粹判斷究竟那四個州 現在有沒有干犯一些違憲行為 如果是有的話 那九個大法官就要確認 究竟對於這四個州的選舉人票 要採取什麼相應的措施 就是這樣 其實也不是說要判特朗普贏 或者是判拜登贏 因為法庭是沒有這樣的權限的 現在純粹處理違憲的問題 所以整條線很清晰 我看到不少億有問到 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將會如何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判那四個州違憲的機會都相當大 因為事實擺在眼前 如果這樣去私下修改法例 繞過了立法機關 如果這樣也說沒有違憲的時候 其實就會引發出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在往後的選舉之前 州長和州務卿就可以 無法無天 不停決定要改 改到總之有利於 自己的執政黨的候選人就可以了 因為這樣搞不習慣 現在就會核脫了一個案例出來 如果線源不成為 Boo dann 而且再改到底 我相信後果的效果會太嚴重了 而且在聯邦最高法院的階段 五比四都足夠 不需要去到六比三 或者更加懸殊的比數 只要有五個法官本著良心去判決就足夠了 所以我覺得判決違憲的機會相當大 反而判完這個行為違憲之後 如何處理四個州的選舉人票安排 更加關鍵 至於德州的訴訟 其實不僅要聯邦最高法院裁決那四個州是違憲的 而且人家還要求確保以後不會重複類似的情節 要堵塞相關的漏洞 使得以後的選舉安排能夠公平地進行 所以人家也不是純粹為今次 而是想確保得到整套民主選舉的制度 是可以長久地運作 不要走樣變形 另外有益友問到 拜登背後有什麼武裝力量支持他 暫時台面看得到的 就是反法西斯組織 和黑命貴就是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這兩堆人 你找雲都不會再有什麼特別的組織支持他 你有沒有看到民兵組織支持他 那我也看不到有 那些報道沒有提 其實他沒有什麼發難的空間 主要就是靠主流媒體和社交平台支持他 而這堆東西背後根本就是那個既得利益集團 你說武裝力量就真的沒有什麼 好了 我講一下第二宗消息 有一位民主黨的眾議員叫斯奧維爾 被一家媒體叫Asios 踢爆 他跟一個大陸的驗蝶有勞 這個斯奧維爾真是認真衰格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過去長期來說 就不斷老屈特朗普 就說他是有份通俄的 證據就沒有了 純粹在那裡亂吹 然後就被人踢爆 你根本上才是跟大陸的驗蝶有染 你說這些是什麼人 所以你根本民主黨就是很腐敗 我們聽聽特朗普的兒子 他怎麼說 他就說 一個花了幾年時間 老屈他是俄羅斯特工的斯奧維爾眾議員 原來跟大陸的驗蝶是上床的 一個向中共妥協的人 為什麼可以繼續擔任情報委員會的成員 問得相當好 這個就要問佩洛西 你佩洛西怎麼選人 是不是有眼無珠 選一個這樣的人 去看完這個高度機密的情報 唉真的 好了 至於白宮的公關主任 怎麼說呢 他就說 斯奧維爾眾議員 就是這個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成員 來的 是得知到美國的高度機密 他就百分之百 是向中共妥協了 他就揭盡全力地詆毀任何幫特朗普工作的人 過去四年間就不斷地說謊 因為他是被大陸收買了 至於斯奧維爾怎麼回應呢 其實就沒什麼回應 繼續上去左媒那裏辦沒事接受訪問就算了 這些就是主流媒體的不堪 既然Asius都報導了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他上去你的媒體接受訪問 你的主持詐加伊都要問一下他 跟他夾定是不是 當沒事發生的 你的媒體有什麼作用呢 你明知這件事是出現了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全美國政壇都知道 這件事是害怕的 這麼肉酸 跟驗蝶有腦 還要被人踢爆 這叫做令人知道 沒有被人見 被人通了天 真是醜 樣子醜 好啊 斯奧維爾 原來在幾年之前 被人放牆線釣大魚 當他還擔任加州都匯柏林市議員的時候 就跟驗蝶有來往 這裏就引伸了一個問題 人家為什麼這麼多人不選 會選你這個小小的市議員呢 當然有其他的情報得知道 民主黨將要重點栽培你 成為政壇的新星 就可以選到這個眾議員 人家就埋你身 不是埋你身托 所以根本上 情報網已經很厲害 滲透得很厲害了 更是反映出民主黨的腐敗 原來你將要捧哪一個政客做新星上位 都會被人事先一步知道 然後就有所部署和安排埋他身 那你這個黨 喂 是不是要反省一下 不要整天誤別人通我 通什麼我呢 這個眾議院的下少數黨領袖 麥卡錫說得很好 他質問 你佩洛西選這個斯奧維爾 進去情報委員會的時候 究竟你知不知道這些事情 麥卡錫還說 這個斯奧維爾 不僅是應該被驅逐出情報委員會 而且還應該褫奪他議員的資格 當然這個難一點 因為現在是由民主黨佔過半數 只不過如果你民主黨選擇包庇這個人 根本上你整個黨都是腐敗 這件事你至少黨內都要召開一次聆訊去檢視一下 究竟這個人還可不可信呢 是不是 你一定要做些事情出來 等到公眾有信心才行 至於那些說兩黨共識 更加浪費你 你們兩個什麼黨共識 原來裡面有些人是被驗疊滲透的 佩洛西還重點地任用他 你說兩黨共識 簡直就是成為炮影了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